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一本书是《邓普顿教你逆想投资》 邓普顿是纽约时报评选的20世纪全球十大顶尖基金经理之一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70年 在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投资界始终是备受关注的明星 邓普顿出生于1912年 年轻时候是个学霸,耶鲁大学经济的高材生 毕业后拿到罗茨奖学金 又去牛津大学读了法学硕士 邓普顿26岁正式入行 1938年在纽约创办了证券咨询公司 用十多年的时间做到了全美试抢 1954年邓普顿在加拿大设立自己的第一支基金 这支基金在之后的38年中增长近200位 资产达到213亿美元 而且这支基金还只是邓普顿庞大基金家族中的一员 邓普顿从事全球投资的时间很早 眼光非常独到 50年代他就注意到了日本市场的机会 60年代开始大规模布局 后来邓普顿又是最早发现 韩国和中国市场的美国投资者 福布斯杂志曾经称赞他为 全球投资的鼻祖 邓普顿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投资者 他喜欢和别人反着做 比如1939年二战爆发 普通人的做法是逃离股市 规避风险 邓普顿却借钱入市 再比如70年代美国股市低迷 1979年8月 商业周刊杂志发表封面文章 标题干脆叫做股票的死亡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邓普顿入市 并且预言大牛市要来 再比如2000年 纳斯达克指数那一路高歌猛进 巴伦周刊甚至嘲笑巴菲特不懂网络股 跟不上时代了 邓普顿就在这个时候融资做空 神奇的是 每次邓普顿和别人反着干 最后都赚得盆满钵满 1939年那次 他买的股票赚了四倍 1979年呢 正好抓住每股大牛市的起点 2000年做空纳斯达克 更是成了风神之作 那么邓普顿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本书的作者是邓普顿的 侄孙女儿和孙女婿 两人是邓普顿的至亲 又在邓普顿身边工作多年 他们在书中详尽地披露了 邓普顿一生中最成功的那些投资 以及他赖以成功的秘诀 我将分三个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 邓普顿如何做逆向投资 第二部分 邓普顿如何做全球投资 第三部分 邓普顿如何应对股市泡沫 先讲第一部分 邓普顿如何做逆向投资 所谓逆向投资就是反向操作 别人不买的时候买 别人都买的时候卖 邓普顿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买到最便宜的股票 他很小的时候 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一招 邓普顿的父亲哈伟 是一名律师兼投机商 他的事务所在小镇的广场上 对面是法院 当时农场的收入低 一些农场主会把农场抵押出去 借钱做其他生意 而一旦失败 抵押的农场会被拍卖 用来还债 一般来说拍卖的取拍价 相对于市场价 有一定的折扣 所以会吸引不少买家 如果几个买家 同时看上了某处农场 他们就会竞价 谁的出价高 农场归谁 每次拍卖的时候 老哈伟都在二楼上观察 他从来不下场竞价 所以大多数的时候 是一个旁观者 但是一旦某处农场 没有买家出价 老哈伟就会立刻飞奔下楼 这种情况下 往往只花非常少的钱 就能买下农场 后来在邓普顿的投资生亚中 他借鉴了老哈伟的这个套路 他把自己称为便宜货猎手 一生之旅在全球范围内 搜寻最便宜的股票 无论是60年代买日本股 80年代买美国股 还是2000年买韩国股 原因只有一个 便宜 2004年 邓普顿买了两只中国股票 中国移动和中国人寿 后来赚了十倍 他买入的理由也是因为便宜 股票市场的机制和农场拍卖是一样的 许多人抢购的时候只有出高价才能买到 而要想买得便宜 那只能在无人竞价的时候出手 但是市场上的其他投资者并不是傻子 一只便宜的股票摆在面前 为什么会拱手相让呢 换句话说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在大多数人的眼皮底下 简陋买到便宜的股票呢 邓普顿告诉我们 有三种情况可以买到 第一种情况 股票有问题 行业前景不好 公司增长缓慢 或者经营不善 负债累累 或者惹上了官司 出了负面新闻等等 如果问题是个实锤 大家不买当然有道理 但是其中有些问题 往往只是暂时的麻烦 投资者厌弃它 只是情绪化的过度反应 这个时候 如果对公司的长远前景有信心 就是减便宜的好机会 举个例子来说 某家公司的一座新厂 可能要延迟投产 消息发布之后 几周之内股价下跌了30% 新厂延期 可能会影响下个季度的销量增长 但是公司业务势头良好 资金充裕 计划延迟只是暂时的问题 很快就能解决 股价下跌30% 就属于过度反应了 邓普顿打了个比方 就好比手背纸片 割开了一个小口子 贴张创刻贴就能好 但是有些人却惊慌失措 保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这个时候 理智的投资者要做的是 迅速判断问题的严重程度 利用别人的奴莽 找到机会 捡到便宜股的第二种情况是 股票的价值没有被市场发现 比如60年代日历公司的股票 表面看普普通通 但是邓普顿发现日历有很多独立子公司 收益没有纳入日历的报表 如果算上那些子公司的收益 日历收益是现在的四倍 妥妥的便宜股 邓普顿认为 日历的这部分价值早晚会体现出来 于是大胆买入 之后 日本修改了财务制度 日历的财务报表 合并了子公司的收益 到那时候 市场才认识到日历隐藏的价值 股价大幅拉升 减便宜的第三种情况 是市场遭遇突发事件 陷入极端悲观点 突发事件可能是政治事件 比如政府更替 谈判破裂 也可能是经济事件 比如石油禁运 金融危机 还可能是战争 或者恐怖袭击 比如海湾战争 911事件等 突发事件会引发股市的剧烈下跌 但是这种下跌 在短期内就会见底 比如日本脱袭珍珠港 股市下跌 12天见底 朝鲜战争13天 海湾战争50天 911事件5天 肯尼迪遇此1天 也就是说 这些突发事件 即使性质非常严重 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是短暂的 所以当突发事件来临 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逆向买入 往往能买到地板价 对此 邓普顿有一句名言 最悲观的时刻 正是买进的最佳时机 邓普顿生平干的 第一桩大买卖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当天 购买美国股票 那是1939年 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后 停滞了10年 对欧洲爆发战争的担心 又让市场上空 笼罩着一片阴云 在这种忧虑恐惧的气氛下 美国股市在一年内 下跌了49% 妥妥的大型股在现场 这一年的9月1号 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 人们一直担心的战争 真的来了 市场意见一边倒 看空全球经济 这个时候的股市 就像无人出价的拍卖会 而一直在旁边观察的 邓普顿冲了进去 他几乎是闭着眼睛 买入价格在1美元以下的股票 每只股票买100股 不看行业 也不看报表 其中绝大多数 他之前都没有单独关注过 四年后 战争还未结束 邓普顿的冒险就成功了 他获得了三倍的收益 购买的104只股票 只有4只亏损 或者在战争中倒闭 利用市场极端悲观点简陋 有一个关口 股票的前景会发生逆转 比如在1939年的时候 所有人都预测到了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但是在悲观中 抛售股票的人们 却忽视了一点 战争会为美国公司 带来巨量的订单 也就是说 虽然全球经济会衰退 但是美国公司 有机会发战争财 邓普顿看到了这个转机 再进一步分析 为什么邓普顿专门购买 一美元以下的股票呢 这一类低价股票 通常可都是亏损企业 原来邓普顿研究 美国内战和一战的历史发现 在战争期间 盈利企业的超额收益 需要缴断很高的税负 但是企业扭亏为盈 则不需要 他推断 美国政府这次会采取类似政策 因此 亏损企业在战争中的实际增长 反而会更高 他们的前景发生逆转的幅度 更大 好了 减便宜的三种情况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股票便宜与否该如何衡量呢 邓普顿采用的方法是比较法 把同行业同领域的股票找出来 计算他们的财务指标 比较数值大小 来判断哪只股票便宜 以及它比其他股票便宜多少 邓普顿主要用三种指标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 第一种是市盈率指标 市盈率是股价与每股收益的比率 可以简单理解为 投资一种股票的回收周期 比如市盈率是20 就意味着20年能收回投资 一般来说市盈率越低 股价越便宜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市盈率也有一个缺陷 它用的是过去的收益数据 没有考虑未来的收益增长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两只股票 第一只股票今年的收益保持不变 第二只翻倍 那么即使目前两只股票市盈率相同 第二只也更便宜 为了弥补市盈率指标的缺陷 可以进一步采用动态市盈率 动态市盈率是用股价 除以每股的未来收益 邓普顿采用的是五年后的预测收益 具体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根据股票过去的收益增长速度 预测一个未来的平均增长速度 然后根据这个增长速度 计算五年后的每股收益 最后用当前股价 除以五年后的每股收益 得出动态市盈率数值 邓普顿认为动态市盈率小于五 才算便宜 衡量股价的第二种指标 叫PEG指标 它是用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 PEG数值越小 股价被低估的可能性越大 举个例子来说 邓普顿在60年代考察了一只日本股票 叫做伊藤洋华棠 他经营的是大型商场 市盈率是10 同期美国的西福威上场 市盈率只有8 虽然伊藤洋华棠的市盈率比西福威高 邓普顿认为伊藤洋华棠更便宜 为什么呢 伊藤的增长率更高 达到了40% 西福威商场只有15% 算一算 PEG指标就能让事情一目了然 伊藤洋华棠的PEG数值是10 除以30 等于0.33 西福威商场的PEG数值是8 除以15 等于是0.53 很明显 伊藤洋华棠的PEG数值 要低得多 PEG指标的原理和动态市盈率相似 但是计算更简单 所以运用更方便 邓普顿在2004年的时候 投资中国移动 依据的正式PEG指标 当时中国移动PEG数值是0.55 全球电信股价的平均数值是0.84 中国移动的PEG是最低的 衡量股价的第三种指标 叫做市净率 它的计算公式是股价 除以每股净资产 净资产代表了公司的重建成本 所以市净率其实是从重建成本的角度 来衡量股价水平 比如市净率是5 就是说用公司当前这个股价 可以重建5个一样的公司 那很显然市净率大 说明资产的溢价高 股价贵 反过来市净率小 公司相对便宜 70年代末 美国股市的市净率跌到了1 这么低的数据只在1932年大低谷出现过 邓普顿由此判断 股市整体处于历史上最便宜的时期 他于是抄底 事后来看 那个时候正是美国长期牛市的起点 比较市净率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通货膨胀 对资产数据的影响 比如一家5年前开建的公司 市净率是10 但是市净率计算的净资产 是5年前的数据 5年来通货膨胀率达到10% 那么考虑通货膨胀 今天它的资产应该增值60% 这样一来 实际市净率减小了 只有6 邓普顿在考虑30年代和7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之后 发现70年代末的实际市净率 其实比1932年还低 因此更让它确信股价便宜 好 三种衡量股价的指标就讲到这里 除此之外 还有两种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确认股价足够便宜 第一种现象是并购 公司在股票市场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 第二种现象是回购 也就是公司从股票市场上买入自家的股票 一般来说 发起并购的都是同行或者是竞争对手 而发起回购的是公司的内部人 他们对公司的了解都远远超过外部投资者 他们如果愿意拿出真金白银购买股票 往往都是股价便宜的信号 邓普顿建议我们 最好用多种指标和方法来衡量股价 首先 他认为任何一种方法 一旦使用的人多了 都会逐渐失效 比如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 曾经介绍过一种方法 股票的市值 如果比公司库房里面的存货价值还低 就是值得购买的便宜股 这当然是妥妥的便宜股 但是后来的投资者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也就很难找到这样的股票了 因为便宜的太明显 要是有早被人抢购了 其次 采用多种宏量方法 是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误差 加几道保险 可以确保我们找到真正的便宜股 好 逆向投资方法就讲到这里 它的核心是购买便宜的股票 一方面 我们可以利用三种情况 寻找购买的时机 另一方面 可以使用市盈率 PG 市净率等指标 并结合并购 回购等市场现象 判断股票是否足够便宜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内容 邓普顿如何做全球投资 邓普顿的全球投资精髓 仍然是买便宜货 他之所以放眼全球 是为了扩大搜寻范围 找到更多的便宜股票 比如60年代 邓普顿投资日本股市 看中的就是日本股票便宜 当时日本股票的市盈率 比美国市场低了80% 但是大多数美国基金经理 有一种偏见 他们认为日本是战败国 生产的是一些廉价的日用消费品 和低档的纺织品 所以他们瞧不上日本经济 也瞧不上日本股票 可是实际上 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产业升级 出口逐渐转向了照相机 缝纫机 半导体收音机 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 经济的增长速度 达到了美国的2.5倍 邓普顿注意到了这个背景 所以他认为现在便宜的日本股票 今后会带来风扣的收益 果不其然 从1959年到1989年 日本东正股票指数增长了36倍 而后知后觉的投资者 到80年代才认识到日本的这种变化 再比如 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 海外投资者纷纷从亚洲股市撤离 但是邓普顿却反其道而行之 大手笔投入韩国股市 他看中的依然是韩国的股票便宜 经过金融危机之后 韩国股票价格基本被腰斩 从平均20倍市盈率下跌到10倍以下 另外 韩国的债务问题与泰国等还不一样 它的问题是大部分负债在短期内到期 所以韩国面临的更多是短期的周转问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实施援助之后 邓普顿相信韩国会很快好转 所以再次逆向投资 两年之后 邓普顿的投资增长了267% 在美国基金界 邓普顿做全球投资 起步的时间早获得的收益大 他之所以有如此成就 关键在于克服了海外市场信息不足的困难 当时美国的基金经理忽视海外投资 除了政策限制之外 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不熟悉外国的法律政策 研究外国公司的时候也缺乏各类数据 信息不足确实是容易踩坑的 比如一家外国公司的股价看起来很便宜 你决定买入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当地政府对这家公司的产品实施了价格管制 它的收益很难有增长 所以才看起来便宜 面对这种情况 邓普顿的解决之道是自己动手 寻找挖掘各种信息和数据 邓普顿推崇多一盎司工作原则 他认为成功投资者和普通人的区别 就在于是否愿意多投入一个小时了解情况 多投入一个小时研究问题 比别人多读一份报告 多调查一家公司 多看一篇文章 都可能是一个重大转折点 比如80年代研究墨西哥电话公司的时候 邓普顿认为墨西哥电话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不可靠 他就自己去统计墨西哥的电话总量 然后估算总的电话费用 以此来核对墨西哥电话公司的数据 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调查研究 但是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 他断定该公司的股价确实非常便宜 当然如果你觉得做这么多工作太难了 那么邓普顿也推荐了另外一种省力的方法 通过专门的基金去购买外国股票 邓普顿本人也用过这个方法 他投资韩国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去购买韩国股票 而是把资金投入了一家专门做韩国股票的基金 那么基金该怎么找呢 邓普顿认为关键是挑选基金经理 具体来说 首先看他的基本理念是否与你相同 比如你的理念是买便宜股 请确定他也是这么想的 其次检查他是否言行一致 比如一家基金经理宣称购买的都是低市盈率的股票 那就看一下他的持仓数据 计算一下他买的股票 平均市盈率是多少 另外可以参考一些研究机构 比如晨星公司等 他们对基金的分析报告 从里面也能看到基金的风格和特点 总之你需要找一个与你的投资方式一致的基金经理 最后全球投资还涉及到一个特殊问题 汇率风险 投资外国股票 你需要先兑换外币 然后用外币买股 最后赚了钱之后 还得把外币兑换回本币 如果在你的投资期间外币贬值了 那你的收益也会相应贬值 为了规避这种风险 邓普顿为他投资的国家设定了两个条件 第一 负债率低 储蓄率高 第二 大力投资工业 推动出口增长 贸易处于顺差 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国家 一般货币比较坚挺 汇率风险小 好 邓普顿的全球投资就讲到这里 方法还是一条 寻找便宜的股票 在购买外国股票的时候 需要做更多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工作 当然 你也可以把投资委托给专门的基金 同时要注意选择那些货币坚挺的国家 下面 我们来讲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 如何应对股市泡沫 邓普顿有一句名言 牛市在悲观中诞生 在怀疑中成长 在乐观中成熟 在兴奋中死亡 这句话描述了一轮牛市的完整过程 在所有人悲观的时候 牛市开始酝酿 这个时候是逆向投资者应该买入的机会 而当市场经历悲观 怀疑 发展到乐观和兴奋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抢着购买股票 牛市也就快结束了 这个时候逆向投资者应该卖出股票 离开市场 但是离场只能让我们不受损失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获利的呢 还真有 在本书中介绍了邓普顿的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做空 所谓做空就是先卖后买 当股价处于高点的时候先卖出 等股价下跌之后再买回 赚取其中的差价 做空的时候 自己手里不需要真的有股票 可以借股票来卖 这也称为融券 邓普顿最经典的做空操作 是2000年初 做空美国纳斯达克科技股 在90年代 纳斯达克的网络科技股 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大牛市 股价上涨10倍 100倍的明星 比比皆是 截至到1999年12月 纳斯达克的整体市盈率 攀升到了创纪录的151倍 媒体上随处可见 对于网络新经济的赞美之声 市场处于最兴奋的抢购热潮中 这个时候 邓普顿判断 纳斯达克的牛市要结束了 市场即将大跌 邓普顿决定做空 他选择的是那些 上市6个月以内 涨幅超过3倍的股票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 因为当时的许多网络科技股 根本没有盈利 创始人赚钱的唯一办法 就是上市之后 卖掉股票套现 而纳斯达克市场有规定 新股上市有6个月的禁售期 在这段时间内 创始人禁止出售自己的股票 如果上市之后 股价大幅上涨 邓普顿推断 一旦过了禁售期 那些创始人会立马套现 而邓普顿之所以 把做空的试点 选在2000年初 是因为在2000年第一季度 有经1000亿美元的 限售股将解禁 邓普顿判断 这么大规模的套现 很可能成为 纳斯达克股价下跌的导火索 邓普顿的具体操作手法是 选择股价比上市价格 高三倍以上的股票 在禁售期结束之前 11天卖空 他找到了84只满足条件的股票 总共卖空1.85亿美元 2000年3月第二周 纳斯达克直线跳水 一年中 邓普顿卖出的很多股票 下跌了90% 做空获利丰厚 当然做空是需要承受较大风险的 一方面股价下跌最多到零 做空的潜在收益有限 但是涨起来却是上不封顶 损失的风险无限大 另一方面 做空时机不好把握 股市泡沫的破灭有一个过程 即使股价很快会下跌 也有可能在下跌之前 再继续上涨一定幅度 所以做空需要高超的交易技巧 普通投资者可能很难做到 相对来说 邓普顿推荐另一种方法更为稳妥 那就是购买债券 债券是一种借款凭证 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 比如100元的债券 7%的利率 那么每年的利息就是7元 一般来说 债券的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 当股市处于高点的时候 把资金从股市撤出来 投资债券可以规避股价下跌的风险 同时比较安全地获得利息收入 这是一种防御策略 另一方面 债券也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它的价格走势和利率的走势相反 利率升高 债券价格下降 利率下降 债券价格升高 当股市泡沫破灭的时候 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这个时候 中央银行会通过降息 缓解经济衰退 而随着利率下降 债券价格会升高 让投资者获利 总之购买债券 操作简单 更加稳妥 到这里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讲完了 简单总结一下 在第一部分 为你介绍了逆向投资的基本原理 它的精髓是买便宜的股票 我们可以通过市盈率指标 PEG指标 市净率指标 以及公司并购 回购等市场现象 来判断股价是否便宜 在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了邓普顿的全球投资方法 要点是尽可能的收集信息 自己动手做研究分析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专门的基金 间接投资外国股票 但是都需要注意汇率风险 在第三部分 我们为你介绍了做空和债券投资 这两种方法 让我们在泡沫破灭的时候 依然有机会获利 逆向投资者就像一名猎手 在资本丛林里 执着地搜寻各种便宜股 要成功捕获猎物 唯一的办法是 与多数人背道而驰 在别人沮丧卖出时买进 在别人疯狂买进时卖出 邓普顿说 这需要极大的毅力 但收获也最丰硕 好 邓普顿教你 逆向投资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